教宗大学资讯工程系的系主任彭文志 今天为各位介绍一下 教大资讯学院及资工系的一个简介 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 教宗大学资讯学院 他的一个历史研格 我们在1970年代的时候 就是成立了叫技工系 这就是资工系的前身 然后持续不断的演进 包含了一些系民的更正 在1980年代的时候成立了资科系 在2005年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资讯学院的成立 这资讯学院也是全国立大学里面 唯一的资讯学院 在资讯学院下面又有所谓的电资学士班 荣誉班的出现 目前资讯学院在2020年这个架构下 就是资工系的架构下 分成了大学部 硕士班与博士班 各位在大学部的部分 又可以看到是资工系的甲组 还有宜组 资工系的甲组 就是承袭的电资学士班的传统 那他在原则上他就是符合这个荣誉学士班的一个精神 所成立的那资工系的硕士班有四个研究所 博士班的话呢 有资讯科学的工程所和这个国际的学程 那因为我们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所以呢在我们在论文的发表上呢 都是非常杰出的 那这个地方请各位参考这样 那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学院还有在这个系这样 拥有很多研究非常杰出的老师 那这些老师呢 他获得了很多的院士的抬头这样 包含ACM的Fellow这样 那以及很多的国家奖项 包含科技部的杰出研究奖项 科学研究员 教育部的一些学术奖项 及杰出资讯人才 那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民师的部分呢 在所有国力的资工 公系里面算是人数最多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跟产业界的合作关系 也非常的好这样 那校友企业的影响力 更是全国第一 那这边的话呢 是请各位看一下 目前QS在2020年 针对在Communeral Science 还有Information System上 他的一个排名这样 那当然我们的排名 大概是落在101到150之间 跟清大是并列齐区 那台大的话当然是不错 就是51到100名这样 但就某种程度来看呢 这是交大的排名 在全世界 是QS的排名里面 是名列前茅的这样 那这边的话呢 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目前的杰出系友 那杰出系友呢 大家注意力可以看到 就是都非常的年轻 这代表的是 就是我们所训练出来的系友 然后在目前资讯起飞的时代 那这些系友都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那包含了就是黄世杰 就在蒂麦的一个 很重要的灵魂人物这样 那也包含了 Apear的这个新创公司 那这去年的话呢 我们更选了一个叫 钟孟宏学长 那他是金马奖的最佳导演 这也代表了我们资宫系 所训练出来的学生 在各个领域上都能够发光雨发热 那今年的话呢 我们还选出来了一个赵书华 学姐 他是一百学年度 交大的杰出校友 那这个是要凸显 就是说女生 其实也是可以读志工系的 而且是读得很棒的 那这是他目前担任 创为金蜜的董事长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学长 叫蔡奇妍 那这位学长的话呢 目前是新展银行 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银行 他担任资讯长的角色 那所以呢 各位都可以看到资讯人 在各个领域 比方说在金融的领域 也可以发光发热 甚至担任资讯长的角色 就在交大资工呢 还有很多的老师 他在教学上是非常杰出的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有包含了 我们的杰出教学讲的老师 以及优良教学讲的老师 这请参考 那在与各其他国立大学 顶尖的国立大学的资工系的比较上 我们的人数 师资的人数是62个人 遥遥领先台大清大和成大 各资讯相关领域 那老师的人数众多 给大家的学习的资源就更多了 你更有资源去接触这些老师 参与相关的研究计划 那也因为62位老师 他所涵盖的领域 资讯研究的领域 是相当的全面的 那各位所看到的 这一是我们研究领域的一个 概括图 那几乎涵盖了所有资讯的 所有的领域 那除此之外呢 同学可能还会问说 电机系和资工系有什么差别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很希望同学去看一下 每个科系他所要求的一个课程地图 那课程地图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电机系的课程 大概包含了一些电磁 电路电子学 但资工系的课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包含了一些 像机器学习 人工智慧 Big Data 这等等的科目 都是目前极为重要 且热门的技术领域 还有课程 那在交大的话呢 更推所谓的跨域学程 如果你申请到了交大资工系 那你对其他的领域也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跨工学院 可以电机学院 理学院 甚至是科技法律 以及人文的等等的领域 都可以去做一个跨域学习的动作 还有学程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告诉各位考生说 你除了有自己资工系的专场以外 你还可能透过跨域 学到了第二专场 那是不同领域的第二专场 这样会增加你未来 在就业上的一个竞争力 那在交大资工系呢 他的研究上 非常的表现非常杰出 那所以呢 也有很多的国际顶尖学者 来资工系访问 那在其中有一个国际顶尖学者呢 就是目前非常热门 深度学习的一个学者 Yang Laquin 你知道他在2017年的话 就是有来资工系来去做访问 甚至和我们的老师和同学 都有去做一个深入的访谈 你知道 那也是透过这些顶尖学者的来访 使得交大资工的师生 都能够接触到大师的风范 然后让你在资讯的领域上 可以看到更高更远 你知道 好那同学也会关心到说 那个实习的状况 目前所以看到是因为资讯 非常热门的关系 然后你可以在各个领域 就是各个公司 你所看到的各个公司 进行所谓的企业实习 那尤其是交大 因为刚才我们也有讲了 交大在产学的校友影响力 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些校友都乐意提供一些产学的机会 给交大的资工的学生 那学生的竞赛表现也非常的杰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资安的竞赛 也获得不错的成绩 那这边是有关于AI的自驾车 获得世界赛的铜牌 那更胜者有参加一些城市竞赛 那也获得了台湾区的第一名 这等等的佳座 那在资安的比赛上 大家可以看到资安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人工智慧起飞的这个阶段 那资讯的安全 我们的同学的表现 参加了很多世界大赛 那这些世界大赛都有不错的成绩表现 都名列前茅 那在交大 就是有一位老师叫吴逸臣老师 那他所做的这个城市还有研究 是台湾 目前被供奉为台湾的阿发购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在各种竞赛里面也获得了好多的 这个奥林匹亚的一个电脑竞赛的奖牌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ICPC的比赛 那这是全世界的资讯的科系的学生 都可以参加 那在这边的话呢 由谢敏珍老师带领的这些学生 不断的透过练习训练 练习训练这样 那参加了ICPC的台湾赛 那他获得台湾区的第一名 那他也代表台湾区取得决赛权 去参加世界赛 那在学生 大学生他可以参与科技部的一些专案研究计划 那各位所看到的这一个列表 也可以看到交大、成大、清大和台大 那交大所获得大专学生研究计划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其他三间资讯的科系 那研究计划如果有产出的话 通常科技部就会评断说 他的研究的品质 所以呢 如果研究品质非常优良的话 就会授予所谓的研究创作奖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交大的学生 就是获得的奖项的人次 比其他的大学都高得非常多 那各位如果就读交大之工的话呢 那我们交大之工跟很多世界知名的学校 他有进行所谓的联盟 那可以去做所谓的交换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跟美国的CMU、UIC、UCLA 那以及瑞士的一个ETHZ 这也是台湾唯一跟ETHZ有签约的学校 那都有一些联盟 那各位就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透过交换去拜访这些名校 学到更多的一些技能 那在做交换的话呢 虽然我们有跟这些学校去做交换 那这交换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需要一些奖学金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有提供了一些出国交换的奖学金 以及优秀学生的一个入学奖学金 那我就不细讲这个部分 那各类的奖学金的金额与名额 就详见我们志工系的所公布的各个奖学金办法这样 那在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样我们对于一些学生 我们会提供第一支援入学奖学金 交换新生入学奖学金 及创新创业奖学金 那同样要得到这些奖学金的话呢 都可以参考这个名额以及它所实施的办法这样 那这边的话呢 在因为交换自工系的系友 就是非常的热心 所以在学的时候呢 如果你成绩表现优良 你也可能会获得很多的奖学金 这请参考 那接下来我为各位介绍一下遗嘱 那在遗嘱的话呢 我们目标是要培养顶尖的资讯工程的人才 资讯科学的人才 以及数据科学的人才 那我们希望说这一个遗嘱里面呢 会涵盖在资讯里面的各个主题学程 那各位所看到的是 目前对资工系或是资讯系 都是以人工智慧为主 那交换自工呢 在人工智慧上 可以推展出很多的领域出来 包含金融科技农业 软机界面机器人 精准运动游戏 智慧制造 智慧医疗等等 那在这样一个领域的扩展之中的话呢 同学未来的就业机会 或所可以发展的面向就更多了 那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 在交大有所谓的玉山AI 及金融科技研发中心 通过这个研发中心 你可以跟玉山有更 玉山银行有更紧密的合作 了解到金融科技正在改变中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所谓的精准运动 那这张图的话呢 是所看到的是王建民 那这也是我们交大资工的师生们 跟王建民一起合照 那主要呢是因为我们的研究 在数据分析或视觉上面的分析 可以帮助运动员 在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竞赛得奖 所以这是精准运动方面的一些成果 那我们都知道人工智慧非常的热门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人工智慧要起来的话 下面这些主要的学程缺一不可 那未来各位如果进入到交大资工 你在这几个学程可以选择你有兴趣的学程 深入进去 然后习得该学程所要的技能 那这边的学程的话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对因为交大资工有62位老师 所以在这上面的学程 在授课的完整度上是非常足够的 那甲组的话要跟各位讲说 它是延续原来电机资讯学士班 专业荣誉班的这个精英班的概念所产生的 那在这个学程里面 在这个甲组里面 它特别需要的是跨域多元跨域的精英 而且是领袖的人才 所以我们在这个甲组里面 会特别强调跨域学程这方面 好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未来甲组还会推 所谓的全英学程 然后希望能够推海外实习 是可以让甲组的学生 就像特种部队一样 能够降落在海外的不同的战场上 去学到某些这个资讯的技能 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 我们想要培养是未来的领袖人才 那在交大资工呢 他的环境教室的环境 每年都有持续更新 那我们在计算机中心上面 也有自己的C计中 那这是所看到的云端的机房 那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教室 然后也包含了一些VRAR的实验室 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交大资工 为什么是你的第一个选择 那这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交大资工呢 就是如果你选择加入交大资工的话 是预约未来成功的三个要素这样 那第一个要素的话呢 就是你自己本身会学得比较完整 然后有扎实的一个专业训练 然后就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的话呢 你会结交一辈子的朋友这样 对然后第三个要素的话呢 就是贵人多相助这样 那这三个要素 我在后面依序为大家介绍 那第一个要素呢 就是交大 是交作业大学的简称这样 那所谓的交作业大学是因为我们的老师的师资阵容非常坚强 然后呢 我们每年都会开 都会开一些课程委员会 检讨一些课程 哪些是需要的一些 同学必须要学习的技能这样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课程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的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同学就会把自己的能力变好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特别凸显一个Google Code Jam的比赛 那这个比赛的话呢 在2018年总共有810个人报名全球这样 那交大之工呢 这个李亚涵同学他是获得全球的第38名这样 那这是台湾大年度的第1名 那还有一个同学 就柯同学 他是全球的第59名 2018年台湾的第2名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 那目前呢 交大之工的这些所训练出来的学生 就是表现非常的杰出这样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第1位李同学 那他在过去呢 就是在高中他只有学过一学期的C 经过交大之工的训练 交作业以后呢 他就有了这些能力去参加比赛获得了夹击 那这位科同学的话呢 他在过去的话呢 就根本就没有写程式的基础 那同样的他选择了交大之工 在交作业的过程 还有在被就是圈领的过程呢 他参加了比赛当年度第2 那更多的比赛的竞赛项目如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同学的表现是相当良好的 那就是第1个 就是你会受到一些训练 让你变得就是更坚强 然后呢 有所谓的深厚的这个能力 那除此之外呢 交大的地理位置也是得天独厚 交大是在这边 前面有清大后面有圆区 所以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呢 会让同学的感情会特别的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 结教育一辈子的朋友 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你会跟同学或同级的这些戏友 这有更多的活动的往来 那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每一个戏友所能够找到的这个人数 是非常多的 然后因为在大学期间 大家写作业吃饭 然后甚至作业的一些讨论发想都在一起 所以感情是特别好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所谓的线下的一些活动 线下活动和线上活动会一起 那贵人多相助的话呢 是指的是交大的毕业的戏友 散布在重要的产业界 那各位今年是交大资工2020年 它代表的是什么 是交大资工成立50周年 资讯科学系成立40周年 那也正呼应了我之前所讲的 交大资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 历史非常悠久的资工系 那这是我们的系管 那这也是跟其他的资工系来看 我们这系管是从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这个系管的存在 那这系管里面呢 你就会跟同学在这里面 写作业聊天或是讨论 所以可以培养你的 这个更多更好的朋友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孝庆当天呢 就会有很多的系友会回来 就是母系 那第三个成功的要素 就是这些毕业的系友都是各位未来的贵人 那在目前呢 这是一个统计资料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大学部研究所 还有博士毕业的人次 那你把这些人次加起来 就是未来各位 就是去创业或者是去就职的时候 这些都是你的贵人 所以回归到这边 就是假设你选择交大志工 就是预约未来的成功的三要素 第一个你会受到很专业的训练 第二个你会跟朋友 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那第三个是贵人多相助 那因为时间内关系 我们鼓励大家可以 是进入Facebook 找寻交大志工的粉丝团 在这个粉丝团里面呢 我们会公布更多 有关于交大志工的一些讯息 欢迎各位加入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在五月的时候 会在这个粉丝团 会开线上的QA 开放同学还有家长 跟交大志工的老师 就是做更多的互动